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豆腐扶坐在地上 顺手抄起旁边剃骨刀 猛然往下一砍 便断了他四根手指头 文敏愣了愣 随后镇定地说 我只看到了正当防卫 我觉得自己心里的怒火 随着这一刀消散了一线 转身打开房门 而这时 这人家属也来了 一共五个 一对五十岁左右的夫妇很是负担 然后是一个打扮性感的漂亮女人 旁边跟着两个男的 看起来是一家子 不过这一家子一进来 那个富太女人神色疯狂 猛然伸手准备甩我一耳光 我反手一挡 反将她手腕扣住 冷冷地说 你想干什么 她疯狂叫道 你敢动我儿子的手 你算什么东西 你倒看见了 早知道如此 我应该卸她一条手臂才对 旁边三个男人冲上来要揍人 文敏起身说 住手 几位 还是先来看看她怎么样了吧 那几人狠狠瞪了我一眼 便将内人围起来 接下来哭天抢地 混乱不堪 片刻后 那个年纪最大的男人 冷冷看了我和豆腐 以及文敏就说 你们三个有种 给我等着 豆腐此刻很是薰弱 几乎站不稳 文言气得发抖 声音薰弱地骂道 我靠 你儿子精神病这么厉害 你不知道管管 他杀了三个人 难道那三个人的命就不重要了吗 那富泰女人怒道 我儿子就算把你一起弄死 那又怎么样 这会儿地上那人被我往后脖子一踹 又砍了四根手指 已然晕了过去 这家人怒不可遏 那经理靠上前 被甩了一个耳光 气眼实在嚣张至极 那经理心中肯定也不爽啊 但面上却不敢表露出来 赶紧招呼着围观的几个工作人员 招呼着将晕倒的人抬出去安置 我心里别提多窝火了 拦住豆腐就说 我这边也有伤患 你他妈眼睛瞎了呀 文敏拍了拍我肩膀 顺势掺着豆腐就说 消消火吧 老话说 关带一击压死人 钱都一离 分九等 什么样的人都有 其实这个道理我又何尝不明白 但自从失先之事过后 我心中也一直憋着一股邪火 再看到这么为富不仁 嚣张跋扈之辈 脾气便也跟着暴躁起来 被文敏这么一说 我深深吸了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见豆腐脸色煞白 捂着伤口指缝前还在躺着鲜血 便不打算与这些人废话 扶着豆腐 对经理说 先处理伤口 其余的废话别多说 那人一边叹气 一边摇头 带着我们去了医疗室 里面好几位专业的私人医生 这会儿其中两个正在给那个被我砍断手指的人治病 其实精神病人本身便是可怜之人 我并非是想针对他 真正让我愤怒的是他家里人的所作所为 老祖宗说 人不独亲亲亲 不独子妻子 但偏偏有些人对自己的亲人包庇纵容 却任由他去伤害其他的人 这样的行为就实在可恨了 这途中 那经理一直在跟我们唠叨这家人的来历 那对父太夫妻 在深圳这一片是做地产做得很大 男的叫施与海 那得精神病的是他儿子 叫做施卫 那个年轻女人是他施卫的老婆 剩下两个男的是他们的朋友 这施家在房地产这一块算是有名的 上下关系也打点得很硬 平日里会约一些政要来这里聚会 谁知道这回出事了 那施卫平日里也没说精神病有什么问题 只是性格阴沉了一些 没想到会突然出这么大的事 之前死的两个员工倒还好说 施家有钱 再加上精神病 因此完全可以赔钱了事 唯一不好的就是最后被砍头的那一个 那是一家酒店的少童 带着小三出来玩的 这么被砍恐怕是不会善罢甘休 因此这个奔越新宫的名头 这回就是想保也保不住了 经理说到这 看了我们几人一眼 露出同情的神色 估摸着是在想 我们几人会被姓施的整死 蒋新国为人虽然老实 但却难得一身正气 不卑不亢地说 我就不信他们敢乱来 当法律是摆设嘛 沈丽较为油滑 担忧地说 咱们这回闯大祸了 豆腐躺在床上闻言就说 小婶子 她多久不见 又变得婆婆妈妈的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 沈丽苦笑说 你个逗逼有沉歌罩着 当然啥都不操心的 我现在可是上有老 下有小 以前那些胆大的事 现在可不敢再做了 豆腐听她这么一说 理解地点了点头就说 也是 你放心 姓施子要真敢乱来 敢对你们下手 我跟她拼命 这会儿 那富泰女人正狠狠盯着我们 豆腐刻意提高音量 毫不畏惧地反瞪回去 这一夜戚风苦雨 发生这么些事 实在出乎我们原本的意料之外 弄好伤 众人回到自己的房间 豆腐若有所思地 看着沈丽他们离开的方向 苦笑了一下 我心中一动 就问道 怎么了 豆腐声音有些嘶哑 就说 老陈 经过这次的事情 我才知道 自己有多么卑鄙 有多么不是人 不 或许 人本来就是恶心的 我以前总觉得 很多人的所作所为 都看不过眼 无法理解他们为了利益 什么都能做得出来的嘴脸 但现在我才发现 我自己也是这种人 我没想到豆腐这会儿 说这些话 心中难受极了 不等我开口 他继续说 原来 我自己也和那些 曾经我讨厌的人一样 他们的本日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平安无事的时候 称兄道弟 相互扶持 一旦出了变故 陷入绝境 暴露出来的一面 简直让我恐惧 老陈 我已经害死了木头 我利用他对我的信任 用谎言 一步一步将他 杀死了 我做噩梦了 梦见这两年死去的很多人 其实 他们很多都是坏人 挖坟盗墓 黑吃黑 为了利益 不择手段 尽感谢缺德事 我以前并不觉得太难受 但现在 我发现 其实我自己 也是那样的坏人 我干的事情 和他们没有两样 其实 我以后就算死了 也根本不冤枉 对不对 我眼眶一时发热 一时语色 脑海中不停地翻滚着各种念头 心中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冒出来 但最终 只发出三个字 对不起 豆腐歪了歪头 没吭声 我缓缓吸了口气 才说 趋利避害 这是人性 每个人所需要的利益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 对于墓中的死者来说 我们这些人就是强盗和土匪 对于警察来说 我们就是罪犯 但对于我来说 我只是想解除诅咒 然后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下去 不会给自己的爱人惹来灾祸 不会伤害到我自己身边的兄弟 那你说 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不知道 现在我真的很后悔 两年前我破产的时候 不该找到你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不是我 你不会跟着下斗 不会经历这些 实现是好还是坏的 他生前害了多少人 可他复活之后 帮了我们多少 没错了 我们对不起他 但是对于我来说 你是个胆小鬼 是个白痴 但绝对不是坏人 很多事情我心里清楚 如果没有你 就没有我的今天 或许 在那一次车祸之后 我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瘸子 我记得那一次 你偷了家里的钱 给我垫付医药费 然后被揍了 豆腐说 其实那时候对你那么好 我就想你保护我 那样那些小混混 就不敢再找我收保护费了 我笑了笑 说 我知道任何事情 都是有原因的 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人 无缘无故对你好 就算你喜欢一个人 也是有原因的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把你牵扯进 这个圈子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不等他回答 我接着往下说 人之初性本恶 但每个人心中的恶 都会被道德和情感形成的 玻璃罩给困起来 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 玻璃罩都是有裂痕的 所以总会有些恶念 从裂痕中冒出来 我见过最完整的一个玻璃罩 是在你身上 但是 我亲手把它打破了 这一切都怪我 我心中的玻璃罩 已经吃力破碎了 这话说完 我们两人许久 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摸出一支烟 静静地抽着 我不知道豆腐此刻 在想什么 但是我的脑海中 全是这些年来的经历 两年前 我的兄弟是一块干干净净 又白又软的嫩豆腐 两年后 我把它毁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